車子的大小與否 跟佔用的空間 是有關的嘛 那你既然是 一個摩托車這麼小的那個大小 你逼我要去站一個這麼大的位置 對你逼我要去站這麼大的位置 到底用意何在 Surprise 大家好歡迎收看超級人 YA 我們今天來逛百貨公司啦 你幹嘛買一個機 好熱啊 真的耶 最近台中真的很熱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星光三越 你知道嗎 今天有我們的那個叫網友嗎 還是好朋友 好機友 蛤 教室大大 對 就了一個活動 就是要來霸佔那個台中的人 不是我們是來看電影的 我們現在只是在點電影開始而已 隔壁星光三越有電影院 那你等一下要去看嗎 騎摩托車來看電影 真的啊等一下有要看嗎 有啊 阿湯哥60歲騎摩托車飛旋啊 有阿湯哥 我想今天看電光超人 重點就是因為今天大家都騎摩托車來看電影 眼前的這裡就是星光三越的停車場 是 就變成這個樣子啦 都是摩托車 其實也沒有都是摩托車 蠻多摩托車的啦 少部分車有開車吧 我也不知道 這麼早就來啦 所以成都各位所見 就忽然剛好變成了最近熱門的話題 就是大型重機停 汽車停車格啦 停好停滿 就是這個樣貌喔 看起來非常的浪費空間 而且等一下那些要來逛百貨公司的四輪寶寶們 開到這個公有停車場 賀蘭發現你們這些 站了這麼多位置 我還給我去停摩托車的 你為什麼不去停機車停車格啊 我也想停摩托車 我們超想的啊 我們也只想付機車停車格的費用 今天甘願去停機車停車格的 停的下的 黃紅牌摩托車 不怕被白牌刮到的 你就去停嘛 然後因為也只佔了 白牌機車格的那個位置 所以付白牌機車格的錢 合理吧 用多少付多少很合理啊 那如果今天比較大型的車種 例如那些休旅或者是 超巨出的大 他不想塞在機車格裡面 或者是他塞了兩格 兩格就付兩格的錢嘛 那不然他直接去停汽車格 那他佔了一個汽車格 他就要付汽車的錢 這很合理吧 使用者付費啊 所以現在交通部 一刀切說所有黃紅牌 都不准停機車停車格 就是白牌的停車格 我覺得他們很奇怪 交通單位他其實是順應名義 那名義是怎樣呢 名義就是一直覺得 你如果要享受跟汽車一樣的路權 那你就要走跟汽車一樣的規則 那高速公路咧 他會說你既然是可以走 快速道路 可以走內車道 可以走快車道 也不用待轉 那你就要負跟汽車一樣的責任 因為你就等於是汽車 重型汽車比照汽車 比照自小客車辦理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事情是這樣子 行駛權利與否跟輪速沒有關係 我今天身而為人駕駛交通工具 我就可以享有這個城市所提供我所有的交通建設 公共建設 沒錯啊 我不應該用輪子來區分嘛 我要走路的時候要給我人行道嘛 要過馬路的時候要給我搬馬線 對嘛 沒錯嘛 要騎摩車要開車要給我路走嘛 要停車你要給我格子嘛 沒錯嘛 對啊 沒錯嘛 因為我們有繳稅啊 沒錯嘛 車子的大小與否 跟占用的空間 是有關的嘛 那你既然是 一個摩托車這麼小的那個大小 你比我要去站一個這麼大的位置 你比我要去站這麼大的位置 到底用意何在哪 腦子在哪裡 所以實際上這個交通的規劃 這個建設規劃是有問題的你知道嗎 他就只想要製造對立而已 對他就是 想要搞你 嘿嘿嘿嘿 就是想要把那個階級化分來強化他們的 所謂的車種分流 的那個智障邏輯 我覺得可以車種分流啊 但是是 公共運輸跟 私人運輸是有 可以做分流的 你懂的意思嗎 應該是說 摩托車在他們的 腦袋裡 其實本來是歸類在汽車 可是可能以前摩托車騎得比較慢 或是動力比較小 跟不上汽車的車輪 所以他們把它歸類在 機慢車的部分 就是把它塞成跟腳踏車一樣 對啊 現在隨便一個Jet都可以120 對啊 隨便都可以 所以日本一直改改改 到最後125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 你是要改的嘛 因為高速公路 他們的高速公路線數沒有那麼高 還是怎樣之類的 反正 應該是說你能滿足最低速線 就可以讓你上高速公路啦 是 所以行人不行 腳踏車不行嘛 對啊 但是在台灣不是 他一刀切 好啦 台灣亂弄的不只這個事啦 很多啦 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你說六線道只給行人26秒走路嘛 對啊 用跑的 大家都跑白米的是不是 大家都不用推硬核車 大家都不用推輪椅 反正 這訴求很簡單啦 讓 黃紅牌 可以自己選要停 大格德 還是小格德 然後連帶附帶的那一個 另一個議題就是 紅燈的時候的機車停等區 黃紅牌應該也要可以進去 你叫我跟汽車塞在一起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你就只是想要讓汽車更討厭我們而已啦 好啦在我們看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啦 但是我們看來嘛 我也有聽說 如果開放 黃紅牌去停 白牌機車格的話 就車車 還沒位子了 可憐啦 有吧 誰知道 掰囉 如果這樣 黃紅牌去停 白牌機車格的話 白牌 騎士 那個族群 會抗議 嗯 我就問你啦 一樣今天來看電影 我要嘛 騎一台白牌速克達 來跟你搶位子 要嘛 騎一台黃紅牌 去跟汽車搶位子 我終究是要來的 除非你拐我去做BRT嘛 是 真的去做BRT的人 我做的是Uber 他 他沒有摩托車可以騎 他又不敢開車來 他覺得今天 四輪寶寶 四輪寶寶會沒有位子停 他果斷 做Uber 優良的示範 誰說一定要一天到晚開自己的車的 累不累 那就好做BRT 然後我就覺得 高級一點 做BRT 我還要在那邊騎那個機車 還不然踩腳踏車到捷運 然後坐捷運 再到台灣大道 然後從台南大道換BRT 台中很不方便 你知道嗎 台中的捷運就一條耶 所以 我可以講我的名言了嗎 可以 大概就是這樣 一條影片 可以 十分之一 空氣 看完電影啦 可以回家啦 啊你不是說 你剛剛說什麼 我們真的是騎我們的工具出門 就你看還是很多人 大家就是 把就是 堆在這裡 嗯 還是有一些些摩托車啦 對啊 跟我們一樣去看電影吃飯的還沒出來 去逛街啊 就是 星光三月大圓牌逛一逛 帶著全家大小來逛一逛 欸不會啊 因為那個你們是紅牌嘛 對啊 就還蠻合理的 真的嗎 可是如果我們全部都停在隔壁的那個機車 是不是就更猛了 啊但機車格你們停不下嗎 我們停得下 那個超小台 你看我們都停在那個紅色的小空空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那個也是比較平靜的 我以為你們那個停下 那個超小台的 喔真的喔 對啊 所以你們對這種摩托車不了解 會覺得他很搭檯 一般你這個停不下嗎 對啊 其實不會 喔真的喔 停完之後還有什麼 嗯 你看你看 我得到我的 停車繳費單了 他還有創意喔 他怎麼會找到這個袋子的 把他轉起來看看多少錢 哎呀 15塊 然後30塊 然後45塊 這到底是機車還是汽車的錢 其實我也不知道 然後 老實說啦 我的確蠻長騎這玩意兒來 星光三月的 然後我通常都直接去停機車停車場 正常的公有機車停車格其實非常的大 這玩意兒停進去 一點都不會干擾到別人 然後他也一樣會夾繳費單在我車上 不過我後來才知道他那上面的錢 竟然是開汽車的錢呢 你看這多好笑 沒有 我停的是機車停車場 我的格子這麼小 然後他就收我汽車的錢 有汽車這麼大格可以停的時候 好像停汽車的也比較划算 不是嗎 嗨 看到了吧 看到啦 隨便都嘛 放得下好不好 到底是誰說停不下來 你看看那一台 TMAX 他是因為這格子比較長啊 送啊 這格比較長啊 所以他可以放得進來啊 反正他們格子都在亂畫啊 不是有標準尺寸嗎 啊你看像這種小格的準那一類的就停不進來啊 對啊 準就要停這種大格的啊 如果停不進來的 不是就是去停那個門 你的車子大小去塞 你應該塞得動就好 對啊 一個浴缸一個塞子 是啊 欸 浴缸要很大 沒有這個小塞子 你今天晚上就沒有辦法炮炸 好 反正今天其實還蠻開心的 超級人公司旅遊看電影 嗯 就這樣 好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